一庭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要哀哭怯耻 那么这些被丢出去的人 是得救了基督徒吗 还是不算得救的人呢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三十节 三十节 我们在那里看到 主耶稣 主耶稣 在这个比喻里边 说他们是仆人 仆人 那肯定是信主的 这是没问题 并且他们还不是一般信主 他们还是服侍神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服侍的不好 服侍的不好 不讨神的喜欢 不讨主的喜欢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神 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要有一个审判 这审判要临到神的家 这些 服侍的不好的这些仆人 这些不合格的仆人 他们要 要受到神的那个处置 这个处置当然是要把他们 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 那些服侍好的仆人 或者那些得胜的圣徒 他们要进到荣耀里 要进到国度中去 就是千年国度 这是一个时期 在启示录那里也很清楚 给我们看见 有一千年的时间 是基督在地上掌权的 那个叫千禧年国度的时期 是一千年之久 在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主 是在来的时候 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这个国 就叫千禧年国的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那些 在教会时代里边 对主服侍 不殷勤 或者说是服侍的 不合乎神心意的 还有的是 有神的 这些 这些仆人 都受到 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断 在主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 他们进不去这个国度 那在这个国度之外 就是一直在黑暗当中 这黑暗是指着审判 他们要在国度时期 受到审判 受到 或者说叫管教也好 刑法也好 他们要落到那个 那个里面去 所以以黑暗为 为预表 那可是 这些人 他本来是神的仆人 那神不用他的 可是 在 心目中 他至少应该还是基督徒吧 神不会 把他撇弃在 非基督徒的行列里面 是是是 对对对 这这个 这些题目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种题目 OK 这些这些问题啊 这些事都是 地上有争议的 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 主当时也没有否认这些人 不是仆人 就是 即使他 肯定是属他的人 但是服事 人必要审判 可以按代表审判 对对对